以前开车走到南九亭那边 经常会要钻这一条小路 无名的小路 这条路最近传出来要修路了 终于要修了 当然它以前一直在修 就是一条破马路 破破烂烂的小马路 但是马路虽小 边上有一座很有名气的资庆寺 有一座庙 有庙则灵 那这条路来讲 走着还是提心吊胆 站站巍巍的 因为路比较窄 汇车的时候总觉得要撞上 而且前面呢 它那个有这个叫G60的 这么一个下沉的隧道 做这种转弯用的 或者吊头用的 这么一个隧道走过去的时候 也感觉车顶会碰着这个桥面一样的感觉 就这么一个小马路呢 最近已经公告要修了 修这条路呢 大概要花四个月 人家算了一下 一千五百多米的这个小马路 修四个月 这个速度太慢了 而且就这么窄的一条路 本身看不出它要拓展 是吧 拓宽不了 它实际上是拓宽不了 它要拓宽 要么站这个河面 是吧 要么就是把这个庙 给它往里面推一下 看样子也不太可能 所以这条路不知道怎么修 而且修这么长时间 修到明年去了 这会修出个什么效果来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这条路ч象 这条路上是拓宽了 看起来 这条路上是拓宽了 那条路上是拓宽了 我们拓宽了 把这条路上拓宽了 我们将拓宽了